他总是和我耍小镜子 每次生气都用离家出走威胁我 以前他喜欢我的幼稚 现在我的优点在他眼里都成了缺点 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 根本就不体谅我的难度 我买的都是平时生活中用得到的 并不是乱花钱啊 他就总是不能理解我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可是他一点都不独立 什么都要靠家里 我有我自己的规划 我也会成长 他就不能等等我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马先生23岁来自辽宁学生 女嘉宾邓女士21岁来自辽宁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个小片里面说他常离家出走是吧 对 他经常离家出走 你统计过他一年走过多少回吗 他统计过 他跟我相处这个一年半这段时间里边 他大概应该是精准 估计是57次离家出走 57次啊 一年半啊 可以啊 我是想就是离家出走嘛 他每次都会哄我 然后有时候吵架没有台阶下 我就故意 我觉得还挺甜蜜的 所以我会计算 哦 人家把它当成个甜蜜 您都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孩子 就有一次 我从小就学习不是特别好 我爱看书 然后他又嫌我不爱学习 因为他是学这个戏剧的 然后我就说 那个抖个机灵嘛 我就说 我是俄迪普斯王 然后他当时好像没大听懂 我就说 你听不懂的话 你就去百度一下 然后我就把它送上启事了 送上楼子 过了两个小时 给我发了个照片 微信上 一张照片 拎个箱子 然后呢 站在那个学校那块 说不行 我要回东北岛街 我受不了的 我要回东北岛街 为啥啊 他的语气就是啊 很轻蔑 反正就是我觉得 现在我没看过那个书 我学戏剧 也不一定看过那个书 我怎么知道 那个抖什么 它到底怎么回事 哎呦 姑娘 你这学戏剧的 还真应该看看 希腊的东西 然后我就看他生气了嘛 我就想 也不能不管呀 然后我就骑着车 去找他的 在那个学校门口那块 然后他拧个箱子嘛 他见到我之后 态度立刻就软下来了 笑得稀的 然后我就想 女孩可能都需要哄是吧 我就说 那个宝贝对不起 我不该那么跟你说 我应该就是把话说明白 然后我说 西门那边新开家小吃店 闸串挺好吃的 要不咱尝尝去啊 然后他就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把他就拉走了 我不是 我不是爱吃那点闸串 我是想 他既然都来哄我 就代表他不是嫌弃我 就没看过这个书 然后我就想 万一分手之后 他也很想我呢 就给他个探索 听明白 这我听明白了 为什么前面他要铺垫一下 说我打小学习不好 你是怕他故意地 对 明白了 还为什么是要出走啊 就还有一次嘛 他又工作啊兼职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然后一连打两个 他都不接 然后后来我就离家出走了 这为什么离家出走呢 就是 我在那个一个网络公司兼职 我给做那个外包 做会图 然后他当时给我打电话 我上班那个地方 主管经常来回走 我那个工位地理位置特别不好 主管一看就能看到我 然后 不是你不用解释啊 不就没接两个电话 我问他为什么离家出走 你还解释 你是真惯他你 因为 我觉得他又上学 又干那么多建职很辛苦 我就不想让他干 就借这个原因 他就是想让我多陪他 就是想让我老跟他腻在一块 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那天 我就直接跟老板说 我说学校那边要我签字 然后我就回去了 然后上午工资也没给我算 我就回去找他了 所以你骗了老板走的 对啊 然后他那个上班的时候 电话没接嘛 他就给我发那个短信 还是彩信 还是那个图 箱子还是那个箱子 人还是这个人 然后呢 就说我要走了 不行了 我要回老家 我受不了了 然后就想着 我这也算是有前车之鉴的 然后我就去找他 还是就是越来的配方 还是越来的味道 就是还是在学校门口 然后 西门 有点串吧 走 这次的烤地瓜 你看 反正也是一个烤地瓜就哄好了 然后就挂了这个毛病 他就天天就没事就给我来一次 就像日常那种 说哎呀 今天可能说他吃饭没人陪了 然后我这边可能说还在干别的 然后突然就说 还是同一张图 还是同一口箱子 还是那个人 我要评价 对 然后就是这个 那你还上了57次档啊你 就是 其实吧 我感觉他偶尔耍个小兴子 然后这么任性一下 我感觉挺可爱的 因为当时 我跟他认识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 我把一个闲置的健身卡 挂在那个平台上了 他要买嘛 因为是同城 也不能发费地 他就直接先把钱给我的 我感觉这姑娘挺单纯 我没直接把钱给你 就是 挂点花嘛 他问你买吗 我说买 我问多少钱 他说350 我就专给他了 然后我觉得挺单纯 挺有意思的 我就说加单微信嘛 就这么成了嘛 然后他就是 你要说真正平时 耍小兴子 我倒都能忍 就是他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 无论什么事 他都会给我拦那套 就说他要走 他要走